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一場中二補選 讓兩個人由黑翻紅 一個說的是林佳龍 另外一個說的是被罷免的陳柏惟 現在竟然有一個最新的消息出來 是說陳柏惟搞不好要去挑戰選 澎湖縣長 來看一下在這邊 林傳媒他們講說3Q的下一步 綠營要結合盟友共陳柏惟 返回澎湖來參戰百里侯 因為他的爸爸也是澎湖人 那現在是不是要推齊兵 才能出齊至勝 陳柏惟的祖籍是在澎湖的二侃 抗中保台的形象又很鮮明 所以可謂是本土派的猩猩 這是報導裡面這樣講 我們其實也看到在這一次 四個不同意的說明會 他們綠營去到了澎湖這邊 當時王定宇也好陳柏惟也好 他們是共同出席 而王定宇還這樣子幫陳柏惟吶喊 我們先來聽一下 對 所以是不是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在醞釀要拉台這個聲勢 原來當時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準備讓陳柏惟來選澎湖嗎 其實在這一次的中二選舉之後 甚至還有人講說 陳柏惟可以來選台中市長 所以各式各樣的傳聞都有 那是不是早有布局 我們也可以持續來看看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澎湖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藍綠都曾經有擔任過縣長 那現在目前的縣長就是這個賴豐惟 他過去也曾經當過13 14屆的縣長 現在目前是第18屆的縣長 可是現在國民黨是不是有出現 一點點整合的狀況 因為看到這個葉林竹 他宣佈退出國民黨 將要參選縣長 那這個賴豐惟也是表態說 要爭取連任 所以是不是會有兩個人選 還是有待後續來整合 那可是綠營來說的話 綠營的立委楊耀 他在臉書上面就是表態不選了 那誰會來選 大家就說會不會來復刻中二模式 因為昔日在中二這個地方 綠營也是推不出一個合適的人選 那時候陳世凱選了幾回 好像也沒有辦法打敗這個岩寬 不論是補選或是選舉 所以後來他們就乾脆民進黨 禮讓給這個陳柏惟 激進黨他們來選 沒想到陳柏惟就真的選上了 會不會又復刻這樣的模式 因為現在澎湖 好像民進黨也沒有一個合適的人選 那就乾脆讓現在有全國性聲量的 陳柏惟來選一選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量出奇兵 再來我們也看另外一個 就是滿血復活的就是林佳龍 靠著中二拉抬了不少聲勢 他現在陳時中會是一個最強人選嗎 這是一個民進黨內部的一個講法 但是林佳龍在中二補選之下 現在也是滿血復活 堪稱是黨內期待的強棒 那堅哥也好 還有我們在場的亮哥都說 他是一個最夢幻的一個人選 那我們實際來看一看 真的有這麼的夢幻嗎 我們就以我們TVBS的民調來看 因為如果是說這一個林佳龍 對上了蔣萬安跟黃珊珊 其實比起對陳建仁或者是陳時中 看起來好像還好 就是看起來目前的這個支持度 是22% 當然陳建仁有25 陳時中是最高 大概有29%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尚大哥 我今天一件事就是 當然台北市是首善之驅 其實某種程度上 台北市民某種程度上 是有他的一種光榮感 在這一份光榮感之下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問題 你譬如說陳時中是風頭人物 所以他會在三個人之間最高 陳建仁是曾經當過副總統 林佳龍是台中市 敗選交通部長下來 所以台北市民的某種光榮感裡面 林佳龍會排最後是正常 我覺得他是正常 第二個就是 其實林佳龍的個性或怎麼樣 他本身就是一個 不是很討好性格的人 另外就是其實你說 在整個過程當中 當然你會有一些票源的移動 當然黃珊珊就會得利一點 黃珊珊就會得利一點 其實黃珊珊的民調會往上爬 裡面有一個關鍵是柯文哲 跟陳時中的戰爭 其實陳時中某種程度上 他在台北市的負面聲量 是在其他地區相比是高的 所以一對壘的時候 負面聲量裡面就表示 他不會支持你 你在票源拓展性是被限制的 所以當負面聲量就變成 對你不滿 就會變成去投的時候 去選擇人選會往兩邊走 在這個情形之下 陳時中都還可以高過林佳龍 換言之林佳龍在台中市的敗選 跟交通部長下台 然後現在要來台北市選 台北市民的接受度 可能相對低了一點 可能就相對低了一點 林佳龍現階段的確也是 跟竹歌座談 他也接觸了一些金融界的人 其實他動作也一直都在做 企圖心也滿大的 現階段就是疫情的因素 陳時中能不能參選 到最後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現階段裡面 當然我們知道疫情的 但是現階段大家也在質疑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是要與病毒共存 這樣的一個民調既然是出自於民進黨中央 不是行政院 不是衛福部 不是國衛院 既然是民進黨中央 大家合理就會想 與病毒共存 是黨中央拿出來的民調 你在政治上要做什麼 因為是你黨中央 大家會合理的聯想 第一個 你們預判疫情 大概守不住了先卸責嗎 還是因為陳時中可能要選舉嗎 到底是哪一個 我不知道 但是你黨中央去公布這個民調 就很奇怪 所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疫情方面 在影響選舉的評估上 可能已經列為一個重要的指標了 否則你不會公布那一個民調 那個是 到底要不要與病毒共存等等 這是行政院裡面在決策 我與病毒共存的時候 我的機制要怎麼走 我要怎麼調整 是行政院 不是你黨中央 你黨中央做這個政治目的何在 大家就會合理的判斷 第一個 你為了未來疫情的判斷的時候 謝哲 不然陳時中指揮官 可能參與選舉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來 你到底為什麼要公布這份民調 當然陳時中 他的問題 出在的問題就是說 1月14號 韓國開始輝瑞的藥開始用 台灣正在簽約 你與病毒共存 基本上 怎麼都沒有準備 以往沒有藥的時候 大家說與病毒共存 有藥的時候 大家與病毒共存 那是不同的概念 因為你共存 你得的你可以吃藥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現在在謝哲 台北市是一個很敏感的地區 所以他會對每一個人的層次 去做出不同的決定 所以林佳龍會偏低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因為中二讓這兩個人由黑翻紅 3Q真的有機會來挑戰 這個澎湖縣長嗎 還有這個林佳龍 真的有像亮哥這麼看好嗎 這個澎湖有三分之一是軍公教 所以雖然說比如說陳光復 曾經當過縣長 民進黨的 楊耀曾經當過立委 他們都是基層做得很深的人 像楊耀在我們年輕表決的時候 他還刻意中立 因為他怕得罪這三分之一的軍公教 你陳柏惟意識形態是喊打喊殺的 你認為適合澎湖嗎 澎湖 我跟你講 他需要在地性非常高 他對意識形態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2018年選舉 我隨便舉個例子 賴豐偉他拿2萬500票 他事實上只得到38點多 民進黨拿到1萬7千多票 民進黨拿到32%多 其他都是五黨籍 差距不大 五黨籍有1萬5千票 五黨籍 所以賴豐偉 事實上民進黨也是陳光復 就是基本上不管是陳光復營 或者是賴豐偉 或者是陳光復營 基本上那個票都是游動的 就是靠基層組織 基本上不是文宣戰 文宣戰事實上效果非常有限 那就要勤耕耘基層這一種的 現在陳光復 如果陳柏惟要選 那首先他要先擺平陳光復 陳光復雖然66歲 可是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陳惠霖 那個議員 對… 可是因為陳光復當過縣長 所以大家會覺得他比較有分量 洋藥大概會中立 我不認為洋藥會偏向任何一邊 他是不是會長期在這裡生根 我也很懷疑 我說陳柏惟 因為你要選立委那也是一席 那現場跟立委都是一席 那這個區域我就跟你講 他你年輕的人就有三分之一 這個就是他的選民結構 所以你看你要生根基 因為我跟洋藥有點熟 洋藥是一天到晚 飛機這樣飛來飛去的 多累 而且他就是非常認真在服務基層 那有時候地方上說要轉診 沒有醫院 他還在那邊打電話打得要命 就為了移送到台灣本島這樣 很多這種事情 那陳柏惟怎麼比呢 他就完全不是這一型的人 沒有 澎湖還有一個最大的特性 不是同學就是親戚 因為他的學校 高中 國中就這麼多 所以你去澎湖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不是同學就是親戚 所以某種程度上 都是有關係在拉扯的 陳柏惟有什麼關係呢 他事實上主要是住在高雄 他事實上距離澎湖 也有一段時間了 他事實上後來是住在高雄 他出生就在高雄出生 對 所以他跟洋藥 陳光復是不一樣的 他們都是在地的 而且都是長期經營的 所以王定語恐怕是 稍微樂觀了一點 至於我們台北市 台北市我坦白說 就是現在最大變數就疫情 因為目前確實有一股力量 在拱陳時中 這個英系的 是 這很明顯 說辦公室都好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 新潮流基於政治考慮 所以也會比較傾向支持 陳時中這種 比較沒有政治未來性的人 比較沒有政治未來性 因為他已經68歲了 林佳龍有無限可能 林佳龍可能選總統 可能當院長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說 新潮流寧可就選一個 對他沒有威脅的人 他不會將來來搶總統 但是林佳龍來這邊 下一個就是總統 因為新潮流兩個 目前頂尖的明星 賴清德 鄭文燦 都新潮流的 能夠對新潮流構成競爭 我們講白了 就是林佳龍跟陳其邁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這個也不用隱藏 因為民進黨是透明政黨 想得很遠 所以可是就是說 如果萬一疫情 到了3 4月還是滿嚴重的 比如說我今天看到 本土確診有23 高雄也有 高雄也爆開了 所以對新潮流來說 如果不是陳時中議 我也寧可是陳建仁 他的延展性也不會 你把人家副總統看成什麼 拜託 陳建仁看的一定是 中央級別的 你是說2024 或者是當行政院長 我反正不管 他不會選這個